痛苦經驗的其實是評審 高興很多時候要來參加 今年的臺灣文學館 得這個頒獎奠頓 台灣文學獎的頒獎奠頓 這是一個以母語文學為基底的創作獎項 那以母語為文學 基底的創作獎項 理論上它應該跟土地的感情 是最綿綿綿醜的 所以其實我們講說 希望台灣人的筆啊 能夠真的寫出台灣人的精神 講出他們的故事 讓全世界都看到 台灣人是如何愛台灣 其實應該在這個獎項當中 能夠體現得最完整 那因此也很恭喜 今天所有的 九位的特獎者 都為了這個頒獎當中 那 今天也利用這個機會 我也趁機到提早來 到這個台灣文學館 在這個庫房啊 修復啊等等 走得一遍 那也可以跟大家報告 大家的偶心意學的手稿啊 確實是受到很完整的呵護 所以大家不要怕創作 應該好好的來創作 讓我們台灣文學館會做很好的報酬 那同時啊 剛剛特別館長也提到啊 文學 尤其是物語文學 創作基底的文本啊 事實上是我們台灣 內容的水源 它透過外譯轉譯啊 它其實可以發展成 各種不同台灣的內容 事實上這個 現在正在上映當中 發持人的辯護人 其實好像就是我們去年台灣 那麼文學講的 所以就要配給講的 這個主題